今天要來盤點一下動物森友會,讓大部分玩家感到不方便,並希望官方能改善的遊戲設計內容 首先第一名剛好是我自己覺得最困擾的地方 關於遊戲中放置家具或是挖圖鋪地磚石 遊戲不會預先顯示參考線,都是蓋上去才會看到實際的樣子 就會變成說,我在蓋建築物的時候常常會蓋錯格,花很多時間在修正蓋錯的地方 如果能有參考線的話會方便很多 接下來就是出島時莫里的台詞,內容太冗長 每次出島都要跟莫里講話,我自己在後製的時候發現的 蠻多時間都是浪費在這裡,特別是去無人島刷居民的當下 如果出島的對話能夠按略過,想必會節省很多時間吧 再來是出島後,無法直接到下座島 必須要飛回自己的家才能夠飛往其他島嶼 這非常麻煩,因為常常會需要到朋友的島上拿島名DIY卡 或是留心許願、買商店的家具、摸家具 各種需要飛行到不同島上的行程 每次一出征,又不是只飛一個好友的島嶼 這個時候就非常不方便,還要特地飛回家一次 多浪費了一次飛行的時間 部分道具無法在背包中重疊 哎呀!蛤蜊、樹木、花珠在背包中不能重疊收納 每顆都佔走了一個包包 刷魚飼料或是整體花朵、樹木大班 也來回跑的當下真的會讓人想要發瘋 每次只能製作一個DIY物品 無法一次製作大量 尤其是製作魚鵝的部分 玩家就必須分好幾次重複點選工作台 才能夠完成一組魚鵝 服裝店不能一次購買多件服裝 若同種特別喜歡的服飾 想要包色收集整組 就必須分好幾次進出衣櫃才能夠買齊 買到最後都會覺得心煩 有時候玩家會在身上帶很多件家具 但物品在背包中只能顯現葉子的圖案 並不會顯示色彩訊息 玩家若要找到需要的顏色 就必須得將全部擺出來 才會知道家具最實際的色彩 建築物搬遷建造 每天都只能搬遷一棟島上的建築物 對於常常會後悔搬家地點 選擇困難症候群的玩家會很煎熬 像我光是把食戶居民房子做搬動的工程 就是來來回回 花了半個月的時間都還沒弄好 鏟除植物 相信各位新手時期都有經過一段 亂種植花草樹木的過程吧 在遊戲中後期 拿到島嶼創作家的當下 都會慢慢思考出 屬於自己的夢想島嶼藍圖 通常第一件事情就是 剷除那些新手時期隨意種植的植物 玩家必須一株一顆的 慢慢除去那些花草樹木 這個時候若有除草機 將會是多數玩家的一大福音 一次將不需要的花朵 樹木全部都去除 應該是蠻方便的 好囉 以上就是這次動物生友會 網路票選 讓大部分玩家 感到不方便設定的前九名排行榜 你心中的不方便有上榜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喔 我是咖蛋林 大家下回再見囉 またね 每次出道都要跟 每次出道都要跟 每次出道都要 若同種喜歡 若同種特別喜歡的福字 有時候玩家生 玩家若要找到 需要的顏色就必須將水 玩家若需要 像我光是 關事 像我光是把 食戶居民的房子做搬動的 公 為什麼這段一直吃落石 在遊戲中後期會 在遊戲中 在遊戲 從 又 nan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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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Pot Finally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